CBA第二阶段开打前的倒计14天 广东宏远正式提交威姆斯的注册资料 得到CBA公司审核通过 这就意味着第二阶段 威姆斯将会代表广东宏远 继续征战新赛季的常规赛 不过从威姆斯加入的层面 对于广东宏远的12人名单 肯定是造成很大的冲击 尤其是从时间的层面 仅仅只有38轮的常规赛 需要不封磨合出一支季后赛阵容 时间的层面 远远没有上个赛季56轮充裕 甚至考虑到第二阶段的窗口期 很明显 第二阶段将会是众多主教练 争刀争枪争取积分榜排名的重要阶段 而回归到广东宏远的12人名单 后卫线的徐杰 赵锐 胡明轩 王兴凯肯定是扮演重要的角色 其中三少占据常规的轮换 王兴凯作为第四后卫 拉开空间和三分球投射 扮演重要的角色 前锋位置 周鹏 任俊飞肯定是常规使用 而第一阶段重点培养的张浩佳 同样是无缝连接到使用名单 威姆斯占据一个核心位置 更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内线方面 苏伟 曾凡日 一剑连则是宏远内线三大轮换 而其中空间型的内线方面 杜润旺已经是正式表态 第二阶段将会正式复出 这一套的阵容 某种程度 是广东宏远单外援出战的最强阵容 需要与辽宁 广沙级别的球队进行多次交点大战 而像张浩 赵锦阳 徐昕 张明迟等人 除非是部分实力相差较大的对手 或者是阿联 周鹏 任俊飞级别的老大哥 进入轮休的状态 不然 他们想要在第二阶段 获得预期的轮换机会 整体难度是比较大 甚至可以说 一旦马上回归到主力轮换阵容 王兴凯是否能得到12人报名机会 同样是一个值得深入考察的范围 好